歡迎來到鄉親和繼續來關心電風 來到關郵操屯國中選手作為自己向劉德青少年代表隊 在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典現真好的實力 自己向幕獲得五斤一斤 劉德也有贏二斤的好心事 這都是平時選手輕吃口認真訓練的心格 好好也為選手的表現感覺非常驕傲 不如說進出的好心事 選手為過年後又加強來做訓練 兩家子也沒有休息 以下要再控制就提供 才辛苦有得代價 第二年一代的關主兵運動會表現最大的優秀 自己是屬於我比較喜歡攻擊的 因為我沒有對過他們兩個 所以我會再學一些防守性的動作 就不要再一直衝一直衝 所以就是學一些比較防人家的動作 就是比前一場還好 就是一場一場比一場還好 就是只是強保的時候還是會輸人家 然後動作的時候還是沒有連接下去 操縱國中的角力才有足夠 這都是南部大館提供加強的行動 這本比賽突發到頂一本的心情 11的選手來參賽都得中 都總得到五斤金牌 一的金牌三的當牌 一的第四名 一的第五名 其中選手曾宜宣 還對上到九年全中的冠軍 陳廷才是必須來維持到一定的體擋 當時來參加到角力到優秀 會很緊張 因為畢竟也是第一次跟他對刀 所以就也會去想他會做自己什麼動作 然後要用什麼方式去跟他摔 在比48的時候他的體重要維持在46以下 去準備這場柔道賽 柔道比完之後要趕快過來過棒角力 所以他那個體力的負荷就是非常的辛苦 那在角力的部分46他也不負大家的期望 也拿到了冠軍 好好為選出的表現 來感到驚慌 就在這場全國賽 也能來試驗到選手 目前提令又有分的狀況 占對著所來的全中文做條件 比賽的技術上當然是還有進步的空間 那大致上其實都有展現出我們平常教練的訓練的一個技巧 那比完賽之後我們接著也要再迎接下一個月的全中文的比賽 所以回來最重要就是要再加強在技術上或臨場上的一個指導 超頓國中感謝到大家的支持 讓選手可以有好的訓練環境 保養到更強的實力 也希望這位選手表現可以越來越好 繼續為南大館精速公英 記者的女性 藏寶島